风暴下栏 侠带强风豪雨袭击欧洲 至少造成7个人不幸死亡 时速200多公里的强风将树木连根拔起 导致西班牙一名富人不幸被路数压死 在法国也发生了路数压到卡车 造成司机死亡的意外 在另外还有一名男子 疑似被从阳台吹落不幸身亡 而这场风暴也导致英国数百所学校因此停课 法国120万户停电 欧洲路空 陆海空交通都大乱 狂风来袭 别说人走在路上站不稳 就连卡车上路也被吹翻 有些车辆没被吹倒 但车厢已经严重变形 风暴下栏 侠带时速200多公里的强风登陆欧洲 将许多树木连根拔起 法国一名卡车司机被压阁正着不幸身亡 还有一名男子疑似被从阳台吹落当场没命 这场风暴导致法国北部所有区域铁路停摆 前往巴黎的高铁班次也几乎全部取消 西北部沿岸还有大约120万户停电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也有一名行人被倒塌的路数压死 还有整排轿车被岛墓击中 警销紧急到场排除 比利时根特市也传出两人被岛墓击中身亡 市长呼吁民众避免外出 意大利则传出淹水灾情 托斯卡尼地区水淹街道 整排商店全都泡水 当地传出至少两人死亡 巨浪拍打岸边 为了保障学生安全 英国有数百间学校停课 风暴下栏刷新多地风速测量记录 也使得欧洲陆海空交通大乱 旅客往返得留意航班资讯 陈伟人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